LAMO AMIT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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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是净土法门 以念佛往生净土 在净土正无上佛果为宗旨 然而学佛既为成佛 成佛本为众生 则今生献事也应随缘尽力 为众生做事 甚至为众生做马做牛 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便应当仁不让 我们这个道场是四众共管 所以教团不只是出家人的家 也是同修的家 因此 在教团当中 不管出家众或是同修 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应该彼此体谅包容爱护成全 我们是一个团体 而这个团体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 是佛教的修行团体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修行而来的 这是在观念上大家必须先确立的 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 所谓本利而道生 根本确立 枝末就会自然生长 也就是说 既然我们是一个修行团体 我们是一个修行人 那我们的三业行为 生、口、意、喜心动念和言语行为 是不是合乎一个行者的标准 是不是一个行者所应该展现的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不是有惭愧心呢? 善日加修 德日加后 善如果不日加修 德就停在原地不能进了 还有 因见三年一考教 就是说 我们行善积德或念佛 好像当下没有什么感应 没有什么果报效用 其实不是的 往往要经过三年之后 但也未必如此 这是一种比喻 就好像种植物 有的种下去半年之后就有收成 有的要一年 有的要三年才有收成 一位师父或一位师长之所以能够感人 不是靠他的学问 也不是靠变才 也不是靠手腕 完全是凭他的德行 唯有德行 才能真正感动对方 能够使对方一生都念念不忘 所以能感人的不是其他 是德行 而德行当然是从慈悲所流露的 人跟人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 往往能真正感化人的 不是口才 而是德行 德行有一种看不到的无形磁场 散播出去就能改变对方 一个内在有信心 有发喜的人 他的面貌自然就会容光焕发 举止会流露出他被弥陀慈悲救度的感怀 无形当中就会启发他人对净土法门的信授 修行人最好能擅自培养宁静的心 方法是早上起来先静坐念佛 平日与人见面尽量不要说话 话愈少愈好 因为天下间的滋味 如果没有宁静的心 没办法体会 就像食物的味道 需要细细的咀嚼 而宇宙的真理很微细 我们必须以寂静的心才能体会 才能够和宇宙的真理相touch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福